在這邊能量的物資 因為有限 所以我們盡量可以提供 方便的食物讓大家 用熱騰騰的美食 力挺在前線奮戰的英雄 陳姓老闆娘從吉安鄉 開來這台暖心餐車 就停在台八線 泰魯閣指揮中心前 不管是救難人員 或者是這邊的災民 都可以來無限 就是免費使用 炒泡麵加料不手軟 感心意更是滿滿滿 天色逐漸暗下 小餐車化身災區的深夜食堂 這到昨天的情況 我其實就聯絡了一個 我們在地商家老送甜不辣子 那我跟他說 這個我需要食材 因為那時候已經很晚 我沒有辦法找食材 我其實是在下午三點 因為他們中午 我知道他們中午十二點 就有發便當 所以在下午三點 他們其實有一些 可能陸陸續續會回來 或是所以在這個時候 可能肚子餓 或是幹嘛 就有東西可以吃 我們會盡量配合 他們行動結束 我們也會結束 強調會待到最後 就連出發前 都特地算好時間 就是希望這群 來自各地的救災人員 別餓著肚子 從高雄來 對 好 高雄耶 往搞為命 謝謝 謝謝 真的 都一樣了嗎 對 都一樣 如果想吃辣 這邊有辣跟香菜可以加 愛心炒泡麵吃進嘴裡 暖進心裡 還立刻成為善的循環 這碗餐來了 為什麼 有碗餐 有碗餐 不要這樣 那這個我要吃 這麼有碗 那這個我們會喝 過來吃這個也放心 哈哈哈哈 用美食支援前線 小小的愛心 一點一地串聯 要陪伴華蓮災區 度過難關 民視新聞王富民蔡明正 花蓮報導